我今天要说一个被你们忽略了的事实 就是你赚钱本身就是在照顾孩子 不是喂奶、换尿布、做饭、洗衣服才叫照顾孩子 我最近刷到了很多视频 有好多当妈妈的说自己出门工作 老公啊还有公婆就抱怨她不照顾孩子 女的就特别特别委屈和老公吵架 是,都是父母在帮我带孩子 可是我得赚钱 你赚钱又不给我 又不给家里还不够用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出去赚钱 我也很累啊 很多女人希望用这种道理和自制 来唤醒老公对自己的认同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话 你们说了不止一次了 可是还是说不通 他们还是会抱怨埋怨你不带小孩 而你越吵心越良越委屈越生气 而且你自己还会觉得 自己好像真的愧对孩子 对孩子有愧疚感了 因为你本身也认同了她说的 你没在家里带孩子陪孩子 你就是不合格的 你就是责任缺失了的 所以当她这么说你的时候 你那个为难的劲又上来了 回家带孩子 钱不够 出去工作对不起孩子 或者说只要一加班就觉得对不起孩子 你会陷入在这种情绪里 一来越物的委屈 所以我要给你们说 先把你的格局打开 先改变一下你自己的观念 你可以告诉给自己说 我其实赚钱就是在带孩子 这只是一种带孩子的方式 不是说我必须时时刻刻陪在孩子身边 就要带孩子 我通过赚钱再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我现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合格和负责任的了 只要我下班回家了 只要我有时间 我会把时间给到孩子 我会高质量的陪伴孩子 用这个话 先把自己给说服了 等下一次他再这么说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忙着自证 而是你会很好的平和的怼回去